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是說昨天Shopify那條影片 昨天這條影片是說兩個月沒什麼好努力 做到一萬一千多美金的生意 有些朋友都很好奇,可能有些新朋友進來 覺得是不是假的,或者有些朋友都很想知道怎麼做 其實我都出過很多片,我都算是最早期 用廣東話教大家用Shopify做Dropshipping的朋友 在我的YouTube頻道打Shopify教學都一定會見到我所有影片 現在已經出到四五十條影片了 另外想知道,Udemy的課程應該是我第一個做廣東話的課程 你在裡面都見到,有結伯的同學都參加了 很多朋友給我一些信息都做得不錯 第一次他們開單,大家都說超開心 我都經歷過這種階段,我都明白做Dropshipping 一開始你覺得很痛苦,很多東西要學 就算我自己是IT人都覺得很多東西要學 何況一些沒有IT知識的朋友 你預算是要有一堆東西要學的 但我就是因為我經歷過這些痛苦 才有這條成功的路 所以我就把很多石仔、大石、路上的障礙都幫你清除了 所以你跟著那條路走,差不多是可以快我以前很多很多去達到成功 但是有個不好處就是,時代是不斷進步的 如果你還在看幾年前甚至是去年的一些大師的影片 你會發覺,為何它使用,好像說得很厲害 但是為何我又不使用呢 因為是不斷地改變的 正如Facebook,去年沒有記春 應該是19年9月才推出CBO 或者它想推人用CBO 當時大家的態度都是先看清楚 都是用我Facebook asset的預算方法去做 如果你不知道我講什麼,不要緊的 你正常是不知道的 那你多看我的影片到Patreon那裡 也是有很詳細的講解 你聽著我講才行 總之是一套兩套不同的方法 近時是用Facebook asset的預算去決定你放廣告是世紀前 但是現在這一刻呢,它就用了CBO 去年的時候那些大師的影片都未必好講CBO 但是如果你跟他的影片去做廣告 那你成效呢,就可能沒有我們現在最新的方法 用CBO這麼有效率 你可以看到的,這堆是我早段的時候 都依然在用舊方法走 因為我也想試一下我的intras是行不行 那我慢慢開始,中段我就試用CBO走 接著發覺成績是不錯 那見到result是幾好 那接著我就開始泵大我的廣告的洗費 那接著就一直這樣上 那當然效果越來越好 那所以我才泵大,泵多些錢下去 那有朋友就問 那有位網友在這條影片下面就留言問 那Jeffery,Jeffery Lee,他問我可不可以 就是教一些Facebook的廣告 隨機選一件產品這樣示範一次 那我覺得都OK,都沒問題 那我今天這條影片就試一下用一些 就是我真的隨機地找一些產品 那這件產品怎麼找出來呢 那是在廣告,在電視廣告就看到 其中有一個創意產品來的 是一些廁所產 廁所的鮑魚產 那大家鮑魚產都知道是什麼 那但是鮑魚產這件事在外國流行的 那而這個鮑魚產它是一個窗柄型的 那但是窗柄型的我就沒有詳細找 那我真的用了一分鐘時間在 AliExpress 找的 那我就隨機地找 就是我的Keyword Search都是沒有特意研究 隨機地找 就是Toilet Creative去找 那就被我找到下面這件產品了 那所以我接下來呢 這條影片就用下面這條產品 我真的隨機地找的 那也都有可能真的大賣的 因為它是有Gimmick 也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產品 那美國是很喜歡這類型的產品 特別在這段時期 就是過往的兩個月到接下來一月 這個時期呢 都是一個很大賣的產品 那大家就不妨去試一試 那我因為真的是隨機的 那我跟著就會教大家 怎樣用現在我正在用的 這個Facebook廣告的方法 去教大家下廣告了 那所以首先就要說 不好意思先 這條影片可能是會長了一點的 那因為我是當一個新店這樣開 那我是把我開新店 所有基本的東西 那我就教大家 那要詳細的呢 你就要看我不同的教學 Youtube教學 或者有Patreon 或者看Youtube的一堆 Softify的Playlist 那幾十條影片 那好了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那首先就要開個Softify店 那我就用這條連結 按進去 那你就打回你的email 那接著按start free trial 那Password 入回 那我就作個名 那這個名字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你最終買Domain的時候 你可以用任何名字都可以的 那這個名字 只不過是用來適應你 以後Lockin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我現在就叫做CreativeTrump 那以後的名字就叫做CreativeTrump.MySoftify.com 就是你的一個網址了 如果你沒有買Domain之下 你依然是可以走這個網站 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這樣的名字 就比較醜怪一些 一定是會買回來的 那以下這些就隨機回答 因為它其實都是收集少少數據的 那跟著地址就最好 可以打回contact你的地址 那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 那你都隨機回答 那打完這些資料之後 那就應該去了你的deskboard 那你已經是有一個網址了 那就是這個網址 那你就打這個網址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去到 那當然是看不到 因為要進入Password才看到的 因為你是還沒放回它出來 那這一部分 有些好朋友都不知道 就這樣就傳這條link給我 就打算幫我去comment他的網址 那就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給個Password 你要進入Password 那這個Password是什麼呢 那你就去回這個deskboard online store的preference 那你錄到最下面 你就會見到那個Password是這個的 那你用回這個Password 就打進去 那你就會見到那個網站是這樣的 那所以如果有人用了你的Password 給了他有Password 都可以進來的 那就是這麼簡單 那跟著我們就繼續做個網站了 那首先有一件事呢 一定要 剛剛有一張新的 那一定要裝的 就是裝Apps 那這個Sopify 它其實都是類似 那Sopify其實都是類似 Werkpress Werkpress是靠一堆Plugin 去提升它的網站的功能 Sopify就是靠一堆的Apps 去提升它的功能 那其中一個一定會用到的 就是Obello Obello是幫你入貨 就是在Ali Express那裡 入一件貨 在你的網店裡面 跟著就再做一堆東西 就是幫你出貨等等 那詳細呢 你可以進去看看 那是免費的 那你要上去的Plan都可以的 但是它現在開始改了 因為之前只有29.9 現在是7.9 那它是不斷地改正 但是特別是去年中到年尾開始 它開始不斷地改正 它的平台 所以有些介面 都跟以前不同了 那也是那一句 所以如果你還看回 舊的大師的影片 你的影片 完全是跟不上的 因為它的介面不同了 一顆按鈕又不知道它在哪裡 那所以為什麼大家 一定要與時並進 那呢 裝全部Apps都是這樣的 一定是Install App 跟著授權它 去Access你的網站 那這個一定要授權 因為不授權 你都不可能做到 那這裡 因為我 你可以有 已經有過Obello的帳戶 照片已經夠了 那我現在就當我是新人 那我create一個新的 那我又打回電郵 那 那你就可以進來 它連個Logo都改了 都很特別 就是它這半年 過往半年 那有很多教學片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用的 都值得大家去用的 但是都很花時間的 那如果你懶的 你就看我的影片 已經是把所有精華 都告訴大家 那它都會很好地 教你一步步這樣做的 那來去都是叫你 加第一件產品 進你的網站 跟著 將你的網站出街 跟著 開始有單 那有單 那時候怎麼做 那我現在就 就開始 就教大家入一件貨了 那首先你可以去這個APP 你見到 Refense一次 那你會見到 多了一個APP 這個程式 在裡面 那我就建議大家 不要 見很多人 裝這個APP 做一個介紹 這個APP好 那個APP做一個介紹 這個APP好 那你就不要亂裝很多APP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那些APP 通常都是免費使用 跟著給錢的 7天或14天 有些好些是30天 那但是呢 你不覺不覺呢 你搞完一輪行 搞了兩三個月都沒有搞好 網站 你又開始給錢 因為你Shopify 14天之後 就要給29.9了 那這裡看到是 select plan 是看到29.9的 那你不需要再裝貴點的 79 29 29 29 不用了 那所以app 你不要亂裝 裝完之後 你又用不完 用不盡 網站還沒做好 那你又要付費用 那你就 你會有些 經濟壓力 有些朋友可能 很有限的預算 去開一間網店 那所以app 如果不是真的全面 你就無謂安裝著 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錢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有機會 你裝完app 大家是互相撞的 大家要記住 app其實基本上 程式是一些script 那這些程式 互相撞是很正常的 因為A的程式 在裏面改了一些 code 那B的程式 如果又改了同一段 code 那那段code 有機會是互相抵消 即是撞了都不定 所以大家 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話 就不要做 最簡單的 你跟我的步驟 我教大家一些 最基本的apps 最有效率的apps 那你跟我的步驟裝 那就沒問題了 所以裝了Battle之後 我就揭露了 這次我是做哪件貨呢 就是這個鮑魚柵 剛才我講過 見到廣告有個 槍柄的鮑魚柵 那槍柄鮑魚柵 我覺得也有市場的 在外國 那你可以 這次我這個店 是將會做一個 one product store 只得一件產品的貨物 那你可以發展它 成為一個neach 這個neach 就是關於所有 廁所用具 創意廁所用具的產品都可以 譬如 剛才說的 槍柄的鮑魚柵 這個是Donald Trump的鮑魚柵 如果你找到 拜登的鮑魚柵 也可以賣 裡面也有很多 但是要記住 在美國人 他支持 你無論是什麼 政見都好 你支持那個派 他就會很喜歡 買鎖匙購 買鮑魚柵 選舉那期 就會很賣 你也可以看到 他賣的數目 多不多呢 賣了19個 這個不算太多 只可以說它是一個創意產品 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還不知道 我們就試一下 這裡就 不知為何轉了西班 我轉回去 美國先 對了 英文的US Store 有時候是這樣的 他不知為何 幫我轉了一些語言 你自己設定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個店 OK 96.3 是不是算好 還沒算 如果最理想 98 或以上 就好些了 大家記得 看看留言 如果你選擇產品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負評 等等 詳細是怎樣選擇 Winiporter 我的影片和Patreon 都不說了 接著我們要入貨 到我們的網店裡 Obelo有的 Chrome extension 大家去 Chrome extension 裝回Obelo就可以了 我這裡不詳細說了 裝完之後 就會多了一個按鈕 在這裡 這個是 Chrome extension 暫時沒有進去 它的做法就是很簡單 你按了一個按鈕 它就會把這件產品 放進去 Obelo的import list裡面 你可以按這裡 看到import list 你也可以在這裡 按import list 都是回到同一個地方 按了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 改 改正的字 我之前教過大家 不要太長 有臭的一個title 是不work的 這個 你按鍵就行了 Creative Donald Trump brush toiletbrush 已經夠了 它有了 沒有記錯 有印了Donald Trump 頭像的尺寸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這樣就算了 跟著Description 你可以改 建議大家不要用 Alice West 的Description 我又講過了 這裡不詳細說了 Variance 就是 就是有個 差點頭 頭加這個 再加這個 這些我當是一樣 那我profit 因為price太低 現在它用了港幣 那我就當是 譬如我買 128元 那我利潤就72元 那就是 1 1 2 8 這樣 搞定了 那這裏建議 這裏不是應該多些 因為這裏包了這裏 所以這裏 應該是148 這樣 這裏的左裏 可能賣50 這樣 這樣搞定了 甚至可能我覺得 可能都沒有什麼需要 這樣分開賣 不過有時候可能 那些人是 這個爛了 想買回的配套 都對的 但是這個利潤 就太少了 如果是這樣我就 可能我買回80元這樣 這個價錢 你就要很巧妙地定了 你又定得不可以被人覺得太貴 但是 又不可以定得太便 因為太便 你沒有什麼利潤 那我通常 我教大家的做法 就是 Cost 加 Shipping 總共 再乘以3 或以上的定價 就是對的 而 這個3或以上中間的利潤 就起碼要有20元或以上的美金 20元都要很marginal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Facebook賣廣告 都不會太便 那你預計可能要 10元美金 才能引到一個人 進去你的網站 賣東西 那這個叫 Cost Per Purchase 這個不重要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總之要記住 你要預留一些空間 給你的Facebook賣廣告 減了成本之後 起碼你要賺到 由10元美金的利潤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銀碼呢 就相對是低了少少的了 如果只是這個 那只得 大概10元美金 那 所以 但是又不可以賣得太貴 這個 所以這個Product有少少尷尬 但是不要緊要做demo 但是它是 我覺得應該是賣得的 這個產品 那就是這樣 那跟著搞定完之後 有emage 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放回有用的emage 這個我覺得OK的 這個都不錯的 放進去 這個操作的也可以放進去 那就是 Size 這裡有 這個有Size 放在這個Size 因為兩隻Size都需要 那搞定完之後 你去import to store 那import了之後 其實它一步步這樣下 那import之後 你發覺的Product 就會多了一件 就是你這件產品 就是這件產品 那它 搞定了之後 之後 你回到你的店 你的Product 你就會看到多了一件Product 那你開回店 店樣子 你就會看到 是看不到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還沒customize 你的home page 那我又順便 教大家 很簡單的customize 你的home page 你去online store customize 那你每個session header一個session emage with text 一個session 那全部就是 這些一個session 一個session 那我當我是 我不想要 這個第二個session 也都不想要 這個text column 這個session feature 我都不想要了 那 這個是 當是testimonial 我都不想要了 那剩下 testimonial 這個也都不要了 Gallery我不要 那好啦 整個網站是這麼多的 那我就 希望這裏加回一點點東西 我試一下 一些image 那 那 就 或者我直接這個 改了它 我這版呢 轉做一個 feature product 對啦 feature product 那我選了feature product 之後呢 我就選了我的product 那當然我現在只有一個product 那就是這個了 好 那我現在的網站呢 看到呢 如果我不要這版 那我一進來呢 就看到我這個 creative Donald Trump 那很吻合我這個網站的名字 叫creativetrum 那我可能買了 creativetrum.com 那就搞定了 那所以這個網站OK的了 那我就save 那我順便教大家 怎麼賣個domain 等它save完之後 好 那domain呢 就在這裡 那你就buy domain 那當然了 你可以去其他任何地方買domain 也可以的 譬如我之前教的 香港網站叫sicube sicube sicube 亦都可以去go daddy 或者去linkchip 或者其他 你過往買方 買開地方都可以的 玩完之後 將DNS轉過來 這個sopify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新手 最簡單當然是用Sopify 14元而已 那你發覺呢 Creativetrum 是用不用到呢 是用到的 那可以的話 你buy就搞定了 那就完成了 你就會有Creativetrum.com的網站 這個我用Demo形式 我就不做了 那我再看多一次 我的網站現在的樣子 那其實基本上就OK的了 OK的了 那再多教大家一個 就是改這個menu bar menu bar就是這裡 nevergation 譬如這個是main menu footer menu main menu就是這個 footer menu就是下面的 那我 duck search 這個就是footer menu 那main menu 我改了它 我譬如我不喜歡叫做 catalog 那我想選多一個呢 是product的 那我就選這個 那但是這個 那這個 我簡直叫做Donald Trumpbrush 那我覺得這樣會好些 那呢 另外呢 我們可以加多一點點東西的 那些page 例如contact us 那些 那contact us 你可以很簡單在這裡按 create一個page 因為這個是page來的 那你就 這裡其實已經提了 contact us sizing faq 這些都是最常用的page 那page 那這裡可以直接選回contact 那就有一個contact us 那我去回navigation main menu 跟著呢 就加回那個叫page 那這裡呢 可能它還沒load出來 是有contact us的 再來多一次 對了 那contact us 它自動都不用打就有了 搞定 那save 那我們又去多一次我們的網站 那你見到呢 多了contact us 和trump 那一按trump 就直接去到這個product page 這版的了 那這個網站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廣告了 那未做廣告之前呢 我們就要 connect facebook 先的 那 那怎麼做呢 那這裡呢 你首先要有一個facebook business account 跟著有一個ad account 跟著你要做一個fan page 那這三個東西都要做完 那所以呢 看看現在做到多少分鐘 先 現在去到26分鐘 好 我繼續做 真是不好意思 這次的影片真的需要久一點 因為整個網站做完 的 那你要setup個facebook 那 那 就 add channel 那跟著你要connect你的facebook ad account 那我這一刻呢 我還沒connect著 我先做個 這個fan page 先 那就叫creative trump的fan page 那我首先knock in我的facebook 先 好 首先我們create個facebook fan page 那我的facebook 那我的facebook 就叫做creative trump 就叫做creative trump 就這樣 那我的facebook 就這樣 那 那category呢 就是 sop 這樣 那 跟著就 就可以加個image photo了 這個呢 通常我都教大家是用canvas的 的 那 那 就可以加一個image photo了 這個呢 通常我都教大家是用canvas的 那你直接去canvas吧 那你就可以打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的 cover 啦 直接打川普看看有沒有 先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就可以去 川普 那我拿些相片 那這張不錯 那我就 那我就 download 那我就download 這個 那搞定呢 就可以 edit 這個了 對了 那我覺得 這樣就最好了 好了 搞定 那就同樣啦 這個也可以 edit photo 照用這個 那又搞定 那好了 那這個是搞定了 那加上這個button 我就一定是sop now 那網子呢 就是這個 那當然你還沒買 domain 買 domain 就可能是creativetrum.com 那又搞定 那 那 就 你看到post ok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 例如放了 product 下去 我們現在的product 當我們的product 是這個 我就可以放了 product post 上去 那這個不夠 好 那這個不夠 那這個不夠 用上片 好一點 那這個不做了 那這個不做了 那大家應該知道了 可以放你的product post 上去 那好了 那我們搞定第一個 那我們呢 就可以去回到這裡 那 就connect我們的帳戶 好了 connect了 那個facebook 那就ok啦 那接著它會一步步的教你的 那就是business manager 那你是應該有個business manager的 那我就connect了 那我就create一個新的 那 但是呢 你要記住 business manager 是有限制的 那我這個會口 就有兩個 我另一個會口 有三個 那它因應你花錢的程度而定的 那 可能你開頭 甚至只有一個 那不要緊 那我demo關係 當是用回這個 其中一個 那 那跟著呢 就要有那個 fan page 那剛才可以在外面create fan page 那但是有時候我發覺在這裏 直接create fan page 可能就更加好 因為這樣就不用 要 要找來找去 就找不到你的 找不到你的fan page 那譬如剛才我的情況 這裏就找回了 這個fan page就在這裏 那 就connect 那 因為那個access write問題 那跟著呢 add account 選哪個呢 當是選這個 connect 這裏一定要accept它的terms 按 ok 這個 accept了先 這個也要accept了 那兩個terms accept了呢 對 正如剛才一樣 加回一個sop now 對 正如剛才一樣 那呢 就搞定了 就refresh一次 就refresh一次 選回對的page 好 搞定了 那我選回對的ad account 那我選回對的ad account 那我選回對的ad account 那我選擇了 然後 做好了 做好了 這樣做 payment method 是未付的 所以你要update payment method Facebook是煩的 但你一定要做 不做呢 你又不可以利用它的大數據幫你 所以你要加回你 所有要的東西 好了 加完payment close 又refresh一次 那你會發覺這步驟是很煩的 有時候你可能搞到 為什麼 搞來搞來搞來都搞不到 那其實 基本上 他都是做幾個事 你要開了個 business manager account 那之前有影片教了 在那裡 開了facebook page 要有個ad account 那 data sharing 搞定了 那就是payment 你可以試 target country 那我建議 先做好美國 那 有其他影片教了 那我今次 今次 今次 我就會 跟大家做 做epacket的國家的廣告 那好了 去到這一步 就恭喜你了 那你真是完成了 facebook的建立了 那你真是搞定了 現在 做好了 那 現在 做好了 現在 現在 做好了 又是看它的Terms PRODUCT 這個是OK的,沒問題 那我們就回 Facebook Pixel是confirm多次 Facebook Pixel設定好了 沒問題,我們現在可以去我們的廣告 未放廣告之前,當然有些Post要出 出了Post,然後用Post來做廣告 也有另一個方法叫Dark Post 這個我不詳細說了 Dark Post這次不用,我們用正常的Facebook Post 因為這個是新的Facebook 我們就CREATE一個Post 那我就放一個Post 用你的創意寫一些感動人的說話 我這個都很隨意的寫 Buy now 放一條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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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連結 有時候太長了 我教大家用一個方法 做一個短連結 說真的 說真的 今次這個影片 差不多 你已經加入了幾百元美金 上課 教的東西 他們教的東西 都是做這些 真的沒有 現在這條連結 這麼更新的 那 Redirect to這個連結 那我就 這個叫 我叫做 Trump Brush 就是這樣 那網址是什麼呢 它的網址呢 就是這樣的 把正常的網址 加一個TrumpBrush 我可以展示一次給大家看 那你發覺呢 它是 不行的 做錯事 因為呢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Save 當然要Save了才有 好 那跟著呢 就 遲得遲了 那就去到這半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 簡短的連結 就好看一點 當然 好過剛才很長那條 那 就搞定了 那我們就Publish Perform this 那這個可能是因為我這個帳戶 是沒有用過 或者出現過問題的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麼特別原因 好我再試多次在FanPage走 那我發覺是不行的 那我猜到什麼原因了 那它說你這個是不可以做的 那因為呢 都是政治原因啦 Facebook發生什麼事 那大家有留意新聞應該都知道 那我不多說了 不方便公開再說了 那呢 那如果這個原因之下呢 那我就可能唯有轉 因為這個是Demo 那大家明白那個concept就可以了 那我轉一轉 另一些product的相片下去 那我試一下行不行的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個原因 好了 那再試過其他的 都不行了 那就是連這個Trump字 都應該都不可以出現在我的FanPage 那這個是我猜測啦 那我希望不是啦 那沒有辦法啦 不過這個好像是Demo啦 那就不影響大家 那明白了concept就可以了 那我跟著呢 那我試一下用另一個FanPage 和大家 教大家怎樣下廣告啦 好了 那做這個網上的生意 總有發生一些不同的 不可預期的情況啦 那既然它Band了你 那你就轉咯 那沒問題的 那我現在我們又做過另一個 那很快的又set回Facebook的FanPage 那呢 跟著呢 今次我們就 那好啦 那我這裡不搞這麼多了 我直接create一個Post 那呢 完成了 有個Post 那跟著呢 就 跟著呢 對啦 Connect回啦 那Connect了啦 Data sharing confirm 那這裡依然是選擇 United Stay啦 跟著 Accept啦 Finish啦 那... 搞定了 那基本上搞定了 那我就double confirm 多一次它的Pixel Pixel很重要 因為Pixel是連接你的Sopify和Facebook的 那如果它還沒搞定呢 你track它的Traffic呢 就可能出現問題的 那所以一定要confirm一次呢 對啦 那已經是在這裡了 那就是 Disconnect 就是已經Connect了 那我們跟著呢 就去回它的 Overview Create Campaign 那如果這裡 Create Campaign呢 我就建議 大家用回 個... 在Business Manager裡面 那裡就好些了 那所以呢 我通常是不在這裡做的 那我就直接去回 Business Manager BusinessFacebook.com 那進去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Post 進去... 進去... Ad Manager 那好啦 那我們這裡就開始做一個...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多數都不會買東西的了 多數都是Like Comment Share 那那你做完 那你做完Engagement之後 發覺你的Product都沒有人Like 沒有人Share 沒有人Comment 或者是留言全部都負面的話 那你的產品都有些問題 或者某方面的問題 你是自己錯... 就是沒有發覺的 那這個就是Engagement 第二個呢 就一定是做Conversion Conversion呢 就一定是做Purchase的 那就是說 這班人進來 就一定只是買東西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會選這個 那選完之後呢 就Continue 那進來這裡 記得記得 就要寫清楚 你的目的是... 做什麼的 那你... 當你做越多廣告 你發覺你自己都亂了 那你就不知道做什麼 那這裡就講完CBO 好... 我就... 通常我寫得... 好清楚的 是第一個 那... 是多少錢的呢 我... 那個定價就是這樣的 通常呢 我就... 我自己建議 就... 如果美金算 每個廣告... 每個interest 就是5元左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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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元就... 大概500元 大概400元 那... 那... 我當...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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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25元美金啦 25元就是... 就是... 就是... 即是... 多少... 41890... 即是... 210元到... 是不是... 有沒有計錯 25乘200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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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漏了少少,這個200元,因為我要很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否則遲些我就不知了,會亂了 Asset這方面就一定是website 你已經選了Sopify,是對的 Conversion呢,就是Purchase 對了,Purchase,你會發覺Purchase是有警告的 因為他說過往的10隻都沒有人有買過東西 所以可能就不建議了,其實不用理會的 見紅色也好,見錦炭號也好,都不用理會的 他說可以了,有得他說,不用理會 照去,日子通常建議大家就是 在第二天,譬如今天4號,我就是選5號的凌晨 定時零分,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我想希望他那200元是洗到最盡 200元在整天24小時之內 是最有效率的去審 如果你不需要的時間,你就變了 可能經這個廣告審批完之後 可能今天下午7點鐘就開始了 那7點鐘就開始幫你做 如果他一天這樣計算,只剩下幾個小時 不夠一天,不夠24小時 他要把那200元快速審下來 然後下來的廣告 那就不太有效率 雖然第二天看都OK的 但是沒有用盡第一天的錢 大家的錢都未必很多 可能很有限的預算去做 希望每一日分每一號都審到最有效率 那就最好了 所以通常是第二天 我見你可以再多一天都好 因為有時候你第一次開帳 第一次批你的廣告 可能會長一點 可能多過24小時 甚至設定6號 即是後天的凌晨 那你就最安全了 一定是已經過了骨 可以去 才開始廣告 那廣告那方面呢 第一 就一定不會是香港 第二 一定要選一些國家 那國家 我跟著再說 這裡要先說 一定要住在那個地方 就不要說最近去過那個地方 因為最近去過那個地方 代表什麼呢 有機會可能去旅行那項公幹 其實根本上他不在那裡 那他雖然有開Facebook看到廣告 基本上一定是不會買的 一定是住在那裡 就選擇這個 那跟著呢 國家怎樣選擇呢 那我就教大家了 你去Google Search E-Packet Countries 那你就任何地方都會見到很多 那你隨便按連結 那你就應該見到一堆國家 不過這個Listing沒那麼好 我想找一些簡單一點的 這裡解釋 這個好一點 那我直接Cut and Place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首先第一 E-Packet呢 是我們一個 一個理想的 運輸方法 那我們先做了先 再教大家 E-Packet 那選擇呢 一定是Country來的 那幫我選擇Country有些 那你可以篩選一些 那我暫時發覺 那巴西我跟Agent都交通過呢 巴西就麻煩一點的 因為他要做一堆東西 那個收件人才能收到的 那所以我就cancel他先 雖然他的conversion rate是超高 當地的人超高 而且消費能力都是不差的 是強的 但是我覺得 對我們運輸來說就麻煩一點 那香港這方面就看你了 我自己就不做香港的 因為我覺得那些人淘寶都淘得很厲害 大陸貨對他來說一點都不吸引 再加上你這樣的銀碼賣給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罵你就多過什麼 那你知道香港人喜歡你就喜歡 不喜歡就罵到你死死下 不停的負評就無謂了 再加上可能很多中文字或者簡體字 那對外國人看到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時候看到這麼多中文字 就是簡體字 就未必是這麼理常 所以我就取消 那日本就看你自己了 我日本我也有單的 但是未必很多 馬來西亞就一半半而已 那這些你可以切開研究 那如果你未知什麼情況之下 那可以全部都落下 都可以 那我們就 Match 那自動幫你Match 所有 E-Packet 那就Match 了 不過有些地方我就不要 這些 這些 U.S.O.S.I.E. 的地方我就不要 這個 Version Island 我也不要 對了 現在叫做Great Britain OK 47個 那就是說呢 我就交給Facebook 幫我審下去了 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E-Packet 那為什麼E-Packet呢 那我也都說回 是 在這個裡面 你就發覺 E-Packet是一個 不錯的選項來的 那 那 呢 Skipping 嗯 這裏有些傻傻的 正常它顯示 國家給我選的 嗯 這裏不花大家時間了 那應該有個國家給我選 跟著呢 就可以讓我看到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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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還沒選 原來還沒選 這個 這裏見到E-Packet 就是一個 不錯 理想的運輸方法 首先 E-Packet 通常都是free 如果不free 可能很便宜 一個多美金 另外就是 它是有tracking 不過不好處就是 它比較長 通常都要30天 譬如現在1月4日 那就是它大概是35天 才去到的 那當然這個是 estimate時間 有機會早些 有機會遲些 那但是怎樣都好 它是一個 比較 平靚正的方法 那但是不是最快的方法 如果最快一點方法 就要用我其他方法 那我之前有些片子 教過 Patreon裡面有講 那這裏不講了 那所以呢 就是這樣 那就選 E-Packet 那跟著 稅數你不清楚 不清楚就不要選 有得它 Gender不清楚就不要選 有得它 跟著主要是選這裏 Detail targeting 那因為現在我們是做一些 toilet的事情 那未做interest之前 我們就cancel了這個 因為不需要再擴大了 我們想target 就是知某些人 那譬如我們想 toilet 那直接打toilet 看看有什麼出來 那我都是立刻做的 toilet interest 這個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interest 就是toilet 那所以呢 因為它不可以太細 記住 你不要只有幾十萬人 起碼都有5Million 沒有都要有3-4Million以上 幾千萬沒有問題 那等它幫你審 那這個interest 是target 那你可以寫 6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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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什麼呢 然後呢 然後呢 Language 你可以選 只是英文的 但我發覺其實都不一定需要的 有時候外國人 例如法國人 他看你的英文廣告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以不選的 那你可以選 那跟著呢 就 搞定了 Placement 這裏有些人就說 一定要Manual Placement 為什麼 Manual Placement 就是只選Facebook 和Instagram的Feed 那樣 但是我發覺呢 又不一定的 它Auto Placement 效率都不錯 那你可以自己試一下Auto Placement 如果不可以 你才選Manual Placement 但是我覺得 今次我們全部相信 是 這個Facebook 那搞定了 那我們主要 就是這裏 是做了應該做的 這些其實是不需要的 是Default 搞定了 那下一步 那記住 Facebook是三層架構的 第一層是說 如何花錢 選哪個target 那我會選CBO 第二層是選你的interest 那一會兒 我們會選很多次 因為今次是做五個interest 我們選四次這個 但是先做完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呢 這個廣告呢 就是記得你的廣告 選一間Facebook 就有Instagram 就connect了 如果未做就做了 那跟著呢 是不是create ad呢 我就不是 我就用Existing Post 那就是select post 然後選這個 那就搞定了 那跟著呢 這裡你見到文字 在那裡 那加上一個button 那我們一定是sort out的了 那加上一個網址 那網址是什麼呢 我都忘記了 那又去回 那你可以用一個sort out的 那 那 這個是另一個demo網站 那 那我們那個 不要緊要 你當是這個 先 當是這個 那搞定了 那 我們記得 這個是寫清楚 這個是photo的廣告 photo app 那我們可以publish 那publish的時候 然後呢 那 那你不用擔心的 有什麼事隨時都可以取消的 那 那這裡做了 那 那 那 就 你看回外面先 給大家看它外面 那 我們不要試著 那 你看回它的外面 它是schedule著的 是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那 那我們現在就去Edit 那我們就要duplicate它 那 我們duplicate四次 那 那 你看到呢 是有四個出現了 那你記得 就不要預先改 選擇其中一個 要不然呢 就四個幫你全部改了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剛才第一次做了toilet 今次第二次呢 就做另一個 你看到Effect的國家在了 其他沒有改變的 我們只需要做這個 detail targeting 我們就找suggestion 叫Facebook幫我找 toilet會有什麼想做呢 Modern bathroom也不錯 可能 那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Modern bathroom呢 有多少 有200萬人 勉強OK 那我們就Modern bathroom 剩下一個 剩下一個 那 下一個呢 我們就 又是這樣做 又是去到 toilet 又找suggestion 可能是 這個也不錯 那我們又用這個 有時候大家不知道 有什麼很簡單的 Google 創意四 這個就是清潔用品 你看到下水道 那就是對 這些可能是關於下水道的東西 好 那就是這樣了 那我這裡不再重複做了 那大家應該明白了 做了5個interest 那你就會見到呢 你就會見到呢 你這個廣告之下 是有5個了 那當然現在是Drava 有些未做完 那它 5個廣告都是用photo as set的 那我建議大家 那這set 剛才做第一set廣告呢 最好有一個photo 就兩個video 或者兩個photo一個video 那跟著才剩下四set出來 那就是total呢 有5乘3 就是15個廣告在後面走 那你跟著再 再走三四日之後 再看回那個data 哪個asset是做得最好 或者哪個廣告做得最好 那才再決定哪些去 或者留 那我想今天這條影片 就不好意思 長了一點 都去到整個過了一個小時 那希望這條影片 就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 對於這個新方法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做完之後 有什麼效果 開到單 歡迎你 進來這裏留言 就報氣 那如果你有需要 都希望你whatsapp這條影片 給你其他的新片朋友 因為很多朋友 其實原來都很想自己開個網店 但是都用一些很舊的方法 在facebook裡 招覽生意 或者用whatsapp group來做生意 那我覺得這個效率就不是太高 那你可以whatsapp給你的朋友 他們都有興趣看這條影片 那多謝大家 先這樣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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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